在黑板上写个好人好事 把第二个好字旁边圈一下 圈一下 好人好事 都事 好事就是都事 这个就是 事非邪正的 善我厉害 没有能认识千祖 做事情 想想颠倒了 看颠倒了 做颠倒了 是个好心 造了一身的罪业 它不是坏心 是个好心 好心为什么事情做坏了 造一身罪业呢 愚痴 看错了 想错了 这才做错了 不是有心的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到 所以有晕 不能有心 要顺其自然 这样就好 一切都顺其自然 我们自己的心 永远是定的 我们的生活 永远是在 佛法的轨道上 我们听佛的教训 自己培养自己的信德 我们中国古大德 对于一个出家人的标准 他们理想当中的标准 是内修 内修武德 外学六合 这是生的标准 武德 武德就是取孔父子的 论语里面 弟子赞叹父子 有人问老父子 孔父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学生对父子的看法 这是学生们对父子的批评 温厚 孔老父子 温和厚道 温厚 善良 公身 不管做什么事情 恭敬 小心 谨慎 公身 借鉴 生活一点不浪费 借鉴 忍让 我们自己要修啊 要学啊 悲人 愚人在一块共处 学佛的教训 六合 生活同住 口和无增 一和同月 他的真正的基础 是见和同结 借和同修 见和同结 不是教 我的意见好 你们都要跟我的 不是 每一个人都把成见舍弃掉 见结就像同了 谁也不要跟着谁走 这才叫平等 每一个人把自己的 想法 看法 统统都舍掉 都以亲近心来相处 这个见解就像同了 你一个主张 他一个主张 彼此不服气 天天打架 怎么能和得了 借和同修 就是受法 大家在一些快想 家有家归 过有过法 人人都能受法 就相安无私了 所以六合经 是佛教给我们的 基本除世代人 借物的借来 能把一切妄想 执着舍掉 能够受法 这个人 在生活当中 心是定的 心是亲近的 亲近心 因其作用 就是智慧 所以他的生活 在戒定慧里面 厨师代人 戒物 也在戒定慧里面 这说法 就用到生活上来了 不是学术 戒定慧 就是日常生活 从早到晚 除世代人 生活在戒定慧 生活在六合经里 生活在菩萨 六波罗密里 他怎么不自在 怎么不快乐 怎么不幸福 这样你才能得到佛法 真正的受用 真正的利 真正是利口的落 不能把佛法应用 在生活上 什么都谈不上 下面化身 化身是变化身 众生喜欢用什么身份 去度他 佛菩萨就能现 什么样的身份 随内也化身 第四 劣持身 第五 庄严身 第六 威士身 这个三身 都是从 福德 变现出来的 他底下有福德身 福慧二祖 智慧圆满 福德圆满 向前面 菩提身 愿身 化身 这个是 这个是 佛的智慧 显露出来的 从智慧里面 生的 利持 庄严 威士 一身 是从 福德里面 分出来的 第九 第九 发身 第十 智慎 这个智 是全智 是全智 也就是我们讲的 善巧方便的智慧 佛度众身 要用全智 那么这是 就佛身上来说的 是众神 那么第二种呢 是 荣山世间 总有 是神 荣山世是将佛的智慧福德 这很现在 有情世间跟无情世间 世间所取的大药 也可以把它说为 食神 第一个是众生神 佛以 一切众生 为自己 自他不二 所以 度众生 就是度自己 慈民众生 就是慈悲自己 自他不二 就好像我们做梦 梦中有很多人物 梦中有自己 也有很多别人 那别人从哪来的 还不都是自信 变现出来的 梦中自己跟别人 同是自己一个心 变现 心外无梦 梦外无心 原来梦中 所有一切 都是自己 哪一个不是自己 全是自己 有情众生生 这执六道的 国土生 是一报 山河大地 像你梦中的境界 梦中有虚空 有山河大地 全是你自信 变现 叶报生 叶报是执六道 凡夫生 身文身 圆觉身 这两个是小乘 身者身 菩萨身 这是大乘身 如来身 这是实现 佛身 那么这些呢 都是假 智慧 前身 层次 不同 烦恼 断除 多寡 不同 二分 把这个有情众生 分这么多的品类 分这么多 第八 法神 法神是本体 第九 是智神 第十 是虚空神 虚空 也是自信 领现出来的 也不是真的 好像你做梦 梦中有虚空 梦中不可能 梦有虚空 那么跟你说 真的是什么呢 真如本性 这是真的 它是能变 其他 连虚空 都包括在内 所有一切 万事万法 都是心心所变 那么在这个 两种十种生 里头 能变的时候 发生 其他都是所变 视为 二十种生 这是简单 跟主意介绍出来 华言经 把这个生 说得这么多 说得这么多详细 你晓得 它怎么个说法 下面呢 讲 慎重无碍 前面跟大家 透露过 因为所有的生徒 都不是真的 所以没有障碍 如果是真的 就有障碍 不是真的 只要你不执着 就没有障碍 你分别 还没有障碍 执着就有障碍 分别 不执着 没有障碍 如果 你分别 心都没有 那就是 四肆无碍 有分别 没有执着 理肆无碍 分别心都没有了 四肆无碍 我们看 这四种无碍 它怎么说法 第一个是 用周无碍 用 是作用 周是周边 没有障碍 什么作用呢 我们眼见 眼见是作用 有没有障碍呢 没有障碍 见影虚空变法界 你都见到 过去你见到 现在你见到 未来你也见到 那我们现在说 这不可能的 我们各个墙壁 就见不到 它就有障碍 为什么有障碍呢 你有分别 有执着 金刚经上说 如来 无言圆明 如来 有肉言 有天言 有慧言 有法言 有佛言 无障碍 我们为什么有障碍呢 佛在出现评里面 讲清楚了 他说 一切众生 皆由如来 智慧 得相 得 就是能力 得能 一切众生 跟如来 能力 没有两样 如来的近 见到虚空发迹 过去未来 我们也是这样 现在为什么不能呢 但以妄想 执着 而不能 真的 这不是你没有 你有妄想 你有执着 所以你的能力 失掉 佛教给我们什么 教给你 把妄想 执着 去掉 你的能力 就恢复了 而且这个能力的恢复 你妄想执着 去一分 你的能力就恢复一分 去年分 就恢复年分 那么你就想他 我们最大的伤害是什么 是妄想执着 是这个东西 佛没有东西 教给我们 就是把这个事实 告诉我们 八万四千发门 从善调放逼 帮助我们 把妄想执着 去掉 念佛 是其中最巧妙的一个发门 凡夫不可能没有妄想 没有妄想就成佛了 这个妄念 断都断不掉 一听到完 胡思乱想 念佛法门教给你 你那个妄想 一起来的时候 马上就换成阿弥陀佛 用这一个佛号 代替你所有的妄想 你那个妄想 不管是好的 是坏的 是善的 是悟的 都不要紧 统统是妄想 都用这一句佛号 缺而代之 待久了 妄想自然就少了 妄想少了 你的智慧就开了 你看东西就不一样了 逐渐逐渐恢复到自己的本能 所以在一切修行方法当中 念佛这个方法是最善巧的 最简单 最简单最容易最有效果 所以会念与不会念 就是会念的人把妄想分别执着念掉 用这个佛号来对付这三个东西 不会念的呢他不同 一面念佛一面还在打妄想 那就没用 那就是古人讲的了 你含破喉咙也枉然 要下去治不了病 不他没有对治 所以会念的是拿这句佛号 换自己所有的妄念 这叫悔念 所以确实是无碍 言见无碍 耳闻无碍 耐着血肠也是无碍 意志也是无碍 尽虚空变法界 一切众生的心心力都知道 你们诸位念念无量寿经就晓得了 无量寿经讲的 无量寿阿弥陀佛的世界 他那边的人 即使是下下平往生的 也得到佛 瘟疫神的加持 他们的神通道理 几乎跟佛差不多 所以设放世界众生 齐心动力 他们都知道 那又不晓得的事情 这就是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很快地就恢复到本能 华阴精神讲的 二十种身 十种无碍 统统都恢复了 这是我本来有的 不是从外面得的 佛在大经上常讲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佛法里你将来所得到 统统是你自己本来有的 除了本有的之外 你一样也得不到 所以心经到最后的结论 无知也无德 你所得的全是你自己的本能 化妆世界是我们自己本能有的 本有的 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自信里都本来有的 六祖讲 何其自信本来居住 何其自信能成万伐 心外确实无有一发可得 这个要知道 确确实实是用周无碍 我们学佛唯一的一个希望 恢复自己的本性 没有其他的指望 要有其他的指望 错了 又在打妄想 打妄想永远是搞三图六道 搞这个东西 那个亏就吃大了 相变无碍 相是形象 也是变满虚空 一切实一切出 这些地方真的 是要读楞颜 不读楞颜很难体会 楞颜经给我们讲 当初出生了 当初灭尽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变了 我这里拜佛 佛在这里献个像给我看 佛有没有来 没有来 佛有没有去 没有去 你找他生命来去 都不可得 他变了 变是理 世上的隐现 有缘呢 他就信 没有缘呢 不信 只有隐现 不同而已 决定没有来 去 决定没有生命 有缘就先 没有缘就隐 相是无碍 随众身心 随众身心 印所质量 佛菩萨引现 是随心引量 你看到多自在 第三 极用无碍 有人常常讲啊 我这个心很清净 可是一半死就乱掉了 确实是有这种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是你的功夫不够吗 说穿了 你没有功夫吧 你这个事实真相 没搞清楚呢 佛菩萨一天忙到晚 心是定的 从来没动过 身在那里动 心不动 极用无碍 他为什么在一切境界相里 会不动心呢 因为他知道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你要把这些相当真 那有什么法子 当真才有妨碍 知道它不是真的 那来的妨碍 没有妨碍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有为法包括心法 心所法 色法 这就把事出事件 所有一切法 都包括在其中 你晓得这个东西 是梦幻泡影 你在一切作用里头 心常进 为什么 不然 假的 什么也得不到 什么也不会失掉 没有得失 心才常进 清净心是最快乐的 所以我们在境界里面 会齐心动灭 就是对这个环境的错认 不知道境界的真相 祝法实相 你不晓得 祝法的真实相 才会产生障碍 有爱就有痛苦 有爱就有造业 就有果报 第四 是一起不爱 一是云 其是现起 一云 现这个像 是自在 是无障碍 像《普门评》里面 所讲 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印身 三十二印 实在讲是 无量无边的印身 把它封为三十二大类 每一类里头 都无量无边 感应到脚 众生有感 佛菩萨 马上就现起 这个四项 第五 真因无碍 真是讲真信 印是印身 印花神 这个实在讲就是 理思无碍 真是理 印是死 分云无碍 分是部分 云是圆满 好像月亮 十五的月亮 是圆的 初三 初四的月亮 是缺点 是一部分 不相妨碍 十种无碍 你统统都搞清楚了 你对这个世界 形形色色 不管是邪也好 正也好 善也好 我也好 顺也好 你也好 你心平静了 为什么呢 一切无障碍 有分别执着 是一样样都有障碍 说老实话 佛菩萨在那面前 也有障碍 这个搞清楚了 就叫四思无碍 真的是 理思无碍 四思无碍 入不思议 泄脱境界 第七 因果无碍 因就是果 果就是因 比如说我们用瓜跟种子 种子是因 瓜是果 长成瓜 瓜是因 里面种子又是果 你说到底哪个是因 哪个是果呢 都是因 都是果 因果无碍 第八 一正无碍 一是环境 我们生活的环境 正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本人 跟我们生活环境 无碍 为什么会无碍呢 我想这一点 很多人要问 我现在生活跟环境 就是有障碍 所有障碍 都是你把身当作真的 环境也是真的 那就有障碍了 假如你真正明了了 我这个身体 假象 环境也是假象 假如假就没有障碍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心经》里面讲 色不以空 空不以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哪来障碍 没有障碍 这不是我们的 大妄想想象 这是事实 无障碍的是事实 有障碍的是虚妄 无障碍是这个 有障碍是假的 所以现在大家 把假的当作真的 真的也不知道 诸法实相不知道 把这希望相当真 亏都吃在这 所以佛菩萨看中 这可怜了 如果你真的有障碍 那不可怜 没有障碍 在那里做障碍 这叫可怜了 譬如这里没有墙挡住 走到这 哎呀 这有个墙挡住了 你说这个人可怜不可怜 这也叫真正可怜 所以在佛在经上 讲我们可怜名字 佛是一个什么意思 来说这句话 你要了解 你就会有感受 很有味道 确实是无障碍 第九 情如无碍 一切诸法 不管是礼 不管是四 都是深光无比 我们前面看到 礼深光 那不必说了 四都是如此 四什么呢 你叫十经 重重重无碍 出 我们讲一个时间 一个空间 空间的时候 也是重重无尽 就好像做梦 梦中还有梦 梦中还有梦 重重无尽 你就晓得 无论是时空 无论是四里 都是广大 不可思议 能不能近呢 能近 为什么呢 总是自己的心性 只要尽心 潜如无碍 深如 第十 云荣通无碍 云是云荣 通是通达 像前面讲的 十大类的无碍 这一句总收了 云荣通达 一切无碍 底下面总结 即三神十神 常说的将三神 花言经上将十神 同以无碍 法界神云 花言经常常用云来比喻 云是什么呢 非有非无 我们在那看的云 有啊 可是我们坐飞机 飞得上云没有了 所有一切境界 色相就跟云一样 你不要执着它 真的是有 你也不能说它是无 你说到无 它真的有 你说到有 没有形象 你飞到那个地方去 你也抓不到 摸摸桌 所以所有境界相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也就是像 梦幻泡影 不能说它有 不能说到无 一次神云 变清十处 常说花言 这叫一阻 什么神说呢 你就明了了 这个花言经上 的确给我们讲的是 诸法真实的境界 不管修学哪个法门 最后都要入这个境界 所以花言经是 所有一切法门的归宿 可是花言到末后 在归净土 那是更深的一个层次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这一阻里的 怎么样 我这一阻里的 因为 这些断